主要原因是因為農委會市場進載活潛的政策 嚴重的配套不足 屠宰的現在所提供的屠宰能量跟屠宰的密度都不夠啊 政府選擇了一個用看起來最方便 但是成本最大 而且在我看來沒有效果的一個方法 那除了衝擊到從業人員之外 其實是讓整個產業面臨瓦解 以及被財團完全接管壟斷的狀態 反壟斷 求生存 特色土基 上 現在農委會的政策是借刀殺人 他以H7N9防疫的大帽子扣在我們所有機農跟機商機販的身上 這個我們承擔不起所有的機農機商機販都贊成防疫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第一線接觸到機的人 防疫最重要的是機商機 對關乎健康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機農機商機販 因為5月17號 農委會的政策 我們全組組員都有貼合 貼合到那個電車廠 合法電車廠屠宰殺機 可是殺出來的品質 斷頭 斷鎖 斷腳 破皮 這個沒有人有辦法幫我們解決 土基 在殺土基的時候是有黃金時段 因為4點多 5點多要到菜市場 難道電車廠 它是早上就開始殺機 現在有屁挖機 到時候市場已經都七八點了 那個時段太久了 所以容易腐化 機肉容易腐化掉 這些流程 政府都不知道 他一直應推我們土基營銀行組跟電車廠媒合 可是兩個人沒有不起來啊 農和會的回應裡頭 他說他們沒有限制電載廠的作業時間 換句話說是我們反應 殺機的量衝不出來 農和會的回答是 可以8小時 16小時 他其實不去限制營運時間 也不去考量到工人的福利的問題 但是殺機有黃金時間 電載廠自己要賣的機 會選在最好的時間殺 其他人就會是冷凍的這樣 產品的競爭力就不見了 在5月17號以前 我們是在經營 毛機的配送的中盤商 我們都會做好第一個把關的動作 就是說不健康的機 我們絕對不會上車 因為上車的機如果不健康 他如果死亡了 那是我們的成本 我們的客戶呢 他拿到我們的機呢 他不是當場馬上宰殺 他們會在天回亮的時候 或是最恰當的時候 來做宰殺 那這隻機呢 交到這個消費者手上 絕大部分都在3個小時以內 他的新鮮度是非常的好的 從5月17號到現在 我光是那個冷藏櫃 就多支我6000度的電 那整個整個情況下來 為什麼我們會賺不到錢呢 因為我們送出去的機 我們以電宅廠送出去的機 到我們的攤商都是超過 到消費者手上都是超過12個小時 消費低迷 罰人問金 機就會剩 機就會賣不出去 今天我的機商一天 也許可以賣50隻的機商 他可能只敢叫30隻機 第一個全台灣 每個縣市這種毛豬的批發市場 複色屠宰場 但是現在台灣只有一個公有的 在環南市場而已 難道我在台東想要吃一隻雞 還要運到台北來殺嗎 另外一個 跟這個飲食文化習慣 跟我們比較接近的日本 他有3000多家的屠宰場 也都是人道的屠宰 但是呢 其中2%的屠宰量 分散在這3000多家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他們除了有大型的屠宰場之外 他們有3000多家分散在各地的屠宰場 日本的人口是台灣人口的5倍 如果日本有3000多家 台灣是不是應該有600家 但是現在台灣合法的屠宰場只有83家 所以這是一個完全配套不足的政策 我們的土機產業每年貢獻現在213億的產值 213億的產值 數萬人的就業30萬個家庭 這些家庭不是都是有錢人 我們過去在仿調的過程中 我們在美農 我們知道有一個媽媽 她因為先生有殘疾 所以她就在市場賣機過日子 可是現在這個電載禁令一下來 她自己不能殺了 她怎麼辦 她必須要騎摩托車兩個小時到鳳山 來回兩個小時 雞的味道都變了 所以她的生意一落千丈 事實上特色機更是如此 因為特色機的規格太多了 譬如說從古早機的一隻大概兩斤 到燕機要到十斤、十一斤 一般的屠宰場是沒有辦法宰殺的 那宰殺的話OK當然可以 他們說你什麼機來我都可以殺 這的確啦 那可能你必須要為我這個 你殺我100隻機 可能你再殺另外的一般的標準規格的屠機 甚至白曜機也可以殺了5000隻 這個現在問題很大就是說 在5月17號進載的措施下去後 我們也配合這種政策把雞送到屠宰場殺 但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就是送回來的雞 雞上面還是附著冰OK的沒問題 但是拿起來雞肉裡面已經有發臭了 為什麼發臭 其實很簡單 因為現在的屠宰能量完全不足 大家都要到屠宰場殺雞 但是屠宰場就這幾間 密度也不對 有的大部分的大型屠宰場都集中在南部 北部也沒有 都是小型屠宰場 而且分過不均勻 尤其像苗栗 苗栗有三家屠宰場 一家是在香山的附近 另外一家是不殺機 是殺鴨殺鴨的 另外一家是上個月月底才開始殺 而且它原先申請的屠宰的需求量 原先需求量一天只要殺幾百隻 但是現在卻逼得它可能要殺幾千隻 因為宰殺量太大了 它的冷卻設備也沒辦法一波段的更換冰水 所以一堆雞就在裡面了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水是紅色的 當然這個是難免 可是我們試著想說 以往一般斬殺草 這種問題是不會出現的 甚至冰水草裡面不應該有藏 有藏有其他的髒器 這些都是污染鹽 尤其是藏的部分 裡面的那個所謂大藏菌 或沙門刺菌都在裡面 那是最髒的地方 一旦獲存在裡面 那等於是怎麼樣 那就是一個感染源 今天我們要送去屠宰場殺 就是那很簡單嘛 資源是不對等的嘛 那我們要給它殺 很簡單 像我們殺機 現在從20塊 現在漲到35塊 那以後呢 而且殺出來的 破損的 因為燃機啊 這些鬥機啊 都是高單價的機 他們也沒辦法賠償 他們只是說 不然你就 不好意思我 我不要 你就不要來這裡台灣 不要來這裡台灣 我要去哪裡台灣 第一個台灣不是HGN9的疫區 台灣不是啊 那不是HGN9的疫區 你在防疫的時候 用的手段 跟比例的原則 是不是應該要去思考 第二個用的方法 對防制HGN9也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電載機 不是煮熟 煮出來的 我們所有的衛生 不是都跟我們講嗎 你要防HGN9的話要怎麼辦 不是用酒精去消毒那隻機啊 是要把它煮熟啊 那你電載機有煮熟嗎 沒有煮熟 所以它其實跟市場的線載機來講 在防制HGN9上面 它事實上並沒有比較安全 你這樣大量塗載過程裡頭 交叉汙染 說不定還更嚴重 為什麼 因為你傳統市場殺一隻雞 如果被汙染的話 就汙染那隻雞 可是你大量的電載的結果 可能你一瓷子 只要一直汙染汙進去 你可能汙染的是上百隻雞 甚至上千隻雞 這個WHO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 或者是說建議很明確 它只是說你到這個傳統市場去的時候 不要去摸那隻活雞 就是不要碰觸它 第二個雞接觸過的地方的表面 你也不要去摸 那我想我們一般的消費者 在傳統市場裡去選購的時候 不會做這兩件事情 世界衛生組織也沒有建議說 為了要防治HGN9 所以你應該把活情市場全部關閉 就是所有的市場全部進展活情 他有沒有做這樣的建議 沒有 他只是說你需要定期而短暫的 而不是長期 他只是說定期而短暫的關閉 關閉之後幹嘛呢 好好的徹底的清理 那我們現在我看起來 從我一個消費者的角度看起來 跟做醫生 當然防疫也是我們的工作看起來 就是政府選擇的一個用 看起來最方便 但是成本最大 而且在我看來沒有效果的一個方法 可是我們付出的成本非常大 因為呢 我們消費者沒有辦法選擇到自己要的 我們在6月13號 有一萬個人走上街頭 要的是農委會給一個公道 要的是農委會給出所有人生存的權利 今天不管你是20萬隻雞 你是2000隻雞 你是20隻雞 都應該給我一個作業規範 讓我在這個合理合法的這個方式之下 找到我們生存的基礎 我簡單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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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